当你来到一处风景秀丽的沙滩边上 四周绚丽的风景让你美得挪不开眼 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欣赏到这种美景 在一部分人的眼中 他们看到的颜色和正常人不太一样 这就是色盲患者 提到色盲症 不少人第一时间联想到的 便是一片非黑即白的世界 可事实上 并不是所有的色盲症患者都是如此 只不过他们拥有与正常人不一样的视角 色盲症也被称为色觉辨识障碍 这是因为视网膜的感光细胞发育受损或异常 导致眼睛中缺少了辨识某种或某几种颜色的能力 以经常提到的红绿色盲为例 这些人的眼中缺少了含红敏试色素的感红细胞 又或是含绿敏试色素的感绿细胞 当他们看到红色时 部分颜色会变成黄色 而看到绿色时 部分颜色则是会显示为蓝色 所以说色盲并不是只能看见黑或白的世界 根据三元色学说 人们可见光的任何颜色 都是由红、绿、蓝三色构成 而当缺少了某种感光色素后 我们看到的世界就会与常人有所差别 在大多数情况下 人们没有进行过检测时 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是色盲 反倒是从出生开始 就一直认为世界便是眼前的这副模样 在色觉障碍中除了色盲以外 还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色弱 它也被称为三色异常 也就是对某种颜色的辨别能力比较差 但并不是完全无法分辨 所以也不会对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 而对于色盲症患者而言 以最常见的红绿灯为例 当他们在通过红绿灯时 极有可能受到颜色的影响 导致对信号灯判断出现误差 这也使得色盲症患者在进行某些工作时 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不过在日常生活中 色盲患者却可以通过颜色的明暗程度 来进行颜色区分 所以他们在生活中会变得更加细心 做事情也能更注意一些细节 据不完全统计 世界上大约有0.8%的男性 和0.5%的女性无法正确分辨颜色 虽然这个比例并不算高 但放在日常生活中 还是有不少人会被这种问题困扰 那有没有一种方法 能够纠正色盲眼中的世界呢 其实色盲分为先天性色盲和后天性色盲 其中先天性色盲大多为遗传因素 所以是无法被治疗的 不过这并不代表色盲无法感受正常人的世界 在科学技术的进步下 人们发明了专门适用于色盲的眼镜 可以根据某种感光细胞的缺失 佩戴相应的眼镜 从而让眼镜弥补这种颜色的缺失 不过这毕竟只是通过外力来解决问题 并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治疗 其实与自然界中的动物相比 人类就是最大的色盲 以绝大多数鸟为例 它们大多都是四维色觉 也就是说鸟儿能看到的世界 可能要比我们眼中的世界更加精彩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 对待色盲症患者 我们也不应该有任何歧视 或许在他们的眼中 可以观察到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呢